雖然心心中的孩子在的核心中面比较少 但是就在核心中的核心中 也幫助他們來找到主席 南大管政府每一年都會基盤 特殊教育核心的核心比賽 經過評審了到 今天一夜在超頓國秀來證明頒獎外島 三日新聞就帶我們來看這核心 按照核心中表達人心中最美麗的風景 超頓國秀來證明頒獎地 這天就屬九月下山透過的圍比 看見到媽媽的創作力 在半壯中華黨接受標榮 想為大家心目中最美麗的風景 大家可以在準備喔 幫我們場地在準備 可以感受到孩子天真無邪 對世界充滿的希望 我們非常開心 也祝福我們的孩子 不要擔心身心障礙 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的世界會是光明的 下山的標榮豐富多元 不然是帶到大家 像太空先的後者來討主 或是有一隻可愛的公圍鳥來拍攝 在老舍印度之下 他們在外島的世界來找到自己 是火箭啦 然後這個是太空站 因為玉庭它是屬於輕度智障身 所以呢 我要是要稱從圓形三角形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一直來鼓勵它 然後讓它慢慢地把它揮畫出來 因為我們高年級有像線畫 就是殘養畫的單元 然後我就想說 讓它用殘養畫 就比較可以避開色彩 它比較不拿手地來畫 然後它這次畫就得了第三名 先說心心中愛的小孩 在學習發展的方面 有一些漢字 沒想到那邊拍到自己 不過透過的圓圖 作為真好 所謂的壓力 還有交通的方式 那麼管親戶 他們出來基本圓圖的比賽 這本也為四百多元的作品當中 算是漁學的作品進行標榮 幼稚園的時候 爸爸媽媽帶我去看牛的 覺得很開心 平常有一點情緒不太穩定的時候 畫畫可以幫助他 把情緒穩定下來 哈欣的作品表很豐富 少自己夠吃鴨肉 祝對大家很大的慶頂 光顧就要感謝老師的付出 也將繼續基盤比賽 提供到孩子多多發揮的空間 記者 女星 彩虹報道